你们先讲你们的那个蒋旺安跟吴怡农 长得像Avan那个Avan Pagan looking like 其实我没有看你们的政治 我回来唯一认识的第一个人是那个W2王里面那个人 长得像Hank的那个台北市 还有几个新闻那个他学生的事情 是我妈跟我说的 所以你们是很在意 他是台北市市长好像是那个做手术的 我不太记得叫什么名字 我好像在大安森林公园见过他 他爬那个电梯的时候 我去幼稚排队 那时候我在忙那时候 台北就是这么大一点 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东个西 所以你们是说你们 你现在是说练讲话技巧 你没有看英文的话 你就说现在我在讲英文 我有讲英文的讲话技巧 跟你们中文的讲话技巧 你这些讲话技巧 其实他中国有这种电视 是说他们去应征工作 然后他们就好几个这个年轻的CEO 然后有男的有女的 然后他们就做成那个一个judge 那很久以前 十几年前我看电视 现在还有没有我不知道 然后这里面有每一个人上台去跟他们讲话 然后这些CEO就选择 这些男生女生 找工作也有外国讲英文的 就是你们考试 就是电视上直接考的意思 所以现在想说你们讲话技巧 你们现在字都吐不出来的那个人 你们现在确定你们字吐出来 中文英文 那那个化妆 化妆是最后才画上去的 你之前有没有做东西的意思 就是说你们现在是 我是怕不太清楚 你们现在正在哪个阶段 就是说看中文 就是说你要跟那个 花千古的那个剧本演 你就说沙千末 然后白子化 你就说 你做一个代表的意思 你做小王子 我要说你世界上 所有人都想做小王子 这种事情 不是做那个什么 做国王 做皇后不要 做小王子的最多 像那个Tango里面 最后他最想要做的事情 你看 这世界上有拿到这种电视电影 有王子 有皇后 有国王 还有公主 然后每个人选择最后 你的长相长什么样子 你给你自己的诠释长什么样子 然后你给你自己代表什么样子 也就是说以后千秋万十的时候 反正你这死掉就没有关系的意思 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关系的意思 所以你们现在是 讨论是如何跟中国大陆说话 你们现在是叫他们什么 你叫他中共 还是 中国 还是 你想 Mainland 你们现在有没有词 这个 China 中华民国 共和国 是不是 中华民国 可是我们是中华民国 台湾 所以台湾我知道 所以中国 你现在叫他中共 共匪 是这样吗 你看他好像脸部讲 宏起来的意思 你是说 你说一个台湾海峡的海域问题 你知道什么是台湾海峡的一个海域问题 就是从这个地方过去这个地方 就叫我来回一次而已 然后你说这是一个海峡问题 那 OK 你们现在是要针对中国 你现在是要针对谁 我告诉你 你们现在要打人 你们现在要是 人喔 你要有一些个人特征 个人 特质 假如说 我现在坐在这边 然后我这边排列 十个 这边排列十个人 然后你猜是谁的意思 这每个人有一个性质 这几个人 那这几个人在对中国打 假设不是打仗 打打 语言 口水战 那他们每一个人挑一个人去打 那好 你们现在选择的是那个男的还是女的 我有看到男的跟女的 我不太清楚他们 他们是谁 美国叫国务卿对不对 好 中国好像叫做 Spokeman 这我知道 好几个 有戴眼镜的 他们戴眼镜的 还有一个女的 所以不一定是谁 他们会强 发表一些比较强烈的 这什么 代表中国立场 诶 他有些讲法 所以那讲 假如说你现在这边有十个 这边有十个 然后他们每个人要对谁打 那这些站在旁边 现在我现在要变成这旁边的人 那我现在站在旁边这个人 你们现在要做这个位置的意思 那好 那我现在要对谁打的意思 那我要挑哪一个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男的 那我就挑 挑一个 你挑一个打 你要针对这个人做人生攻击的意思 那好你要怎么就挑这个人 那你们要敢的意思啊 你知道你们现在个人特征是说 个人特质一个人的个性 你说你这个人讲话 怎么长这个样子的意思 你说这每个人有一个个人特质 你们现在是好像是为了这个正确跟不正确 你说你是被公众同意 你说你如果讲出来 你说你的附近 你现在是军人还是军队 还是人民公民决定说 你现在讲的东西是正统的还是 你知道我讲什么 就是说 假如你现在是军人 你是女孩子 你是男孩子 假如你是女孩子 好 你这个军事方面是说你的长官 是说你旁边的 什么上尉 还是什么 什么各式各样的新阶级的人 这些人 他们对你的观感是长什么样 你在乎这个问题吗 你们好像非常在乎这个问题 还有你们如果答正确跟不正确 是说有奖金 还是说你会升官 你们针对这东西做一些叫做立志上进 上进往上爬的意思 就奋发图强的意思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们有一些概念是说 你这个人做人的人格 是说你这一个人的演化在这一辈子里面 是一个非常正确 真切 唯一的事情 这不是你们的重点 你们如果是为了你这一生的这个你的这一个人格 而塑造成你自己应该长什么样子 你真的为了这个东西而放下很多东西 我也要塑造你自己的人格 你会知道你在讲什么 你现在并没有放弃 你们先讲完这个东西 你回家跟你爸妈演那个什么 鬼神哭嚎的那个东西 就是那种天教地消利日 不是这样 所以你们如果要回家做这种事情 我还建议你们还是要做人格的说什么 针对中国 你们如果非常确定你这一生这一辈子 就是说你要塑造你这个人的一整个人的气息 你放下所有事情包括你的钱包括你的权利 你要思考过啊 你要思考过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放下 你有没有思考过说你这一辈子是你 你们想预想说 这个整个情况是说 你这个人的一个人生的最后的终点是在哪里 你并没有考虑天堂跟地狱 才会做出很重的事情来 你这是伤害中国人的某种气息 这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人 然后你要去伤害中国在他的之后 在他背后 然后这个人讲话这个人 那你要去针对这个人好了 那你现在要针对这个人打 那你要怎么打这个人 你们现在是说你要推这个人 这边有个站的一个人 你要去推这个人 你可以就轻轻推一下 然后你就这样离开 你知道中国不是很多这种 艺术 art 中国这种讲法隐喻 什么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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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反乘制 你那种一种推奖的一种东西 那你现在去推这个人 你要怎么讲这个人 你要去做什么人身攻击 那你要讲到对啊 你这个字要讲到清楚 他们知道你在讲什么 你们下定决心 你是怎么推这个人 你要推这个情况 这个人不见得可以被推到 他后面可能要站了五个人 那你要打得到的意思啊 那你要推到他 感觉到你好像在推这个人 你是要真的做人身攻击 还是你要 你是觉得他没办法回应你的意思 还是说他如果反过来 对你输入什么东西 你会不会 叫做像杀这个人的意思 你们现在是说 心有很多这个 玄麻 什么 玄心 心玄意玛 你就玄在那个地方 你们 你们现在只是说 为了这个人的五分钟 叫做伤 就是他伤害这个人 那你怎么不伤害一辈子的意思 你现在出来做这种事情 就是要去证明全天下 那你要证明全天下 那你去伤害这个人 那你告诉你要怎么做到的意思 你回家再跟你爸妈玩 那个悬崖勒马那种游戏的意思 你现在是要 你爸妈要推你拉你 推你拉你 你现在对你这个人非常残忍 你这个人站在中国前面那个人 那你就说 你们是没有戒律的这种人 这种人格的意思 你现在要去推这个人 只为一个语言 叫做你赢过这个人 那你讲清楚 这政治学 政治家 那个你玩游戏的油头 马面的所有东西 那你要学会你的讲话的气息 那你要如果要学会讲 有些人你们要是靠心底在想 你不写下来 你不是真的真的训练自己讲出来 你每一天如果讲一个小时 你365天以后的一年 你就讲了3650个小时 你知道你如果四个礼拜 你讲七天七个小时 你看你下个礼拜 你觉得你跟你朋友长什么样子 会是一样样子 你多讲了七个小时的意思 你懂我意思吗 你如果想要训练 你们自己有这种口才能力 你以为这些人出来是后面没有人去 是说他们自己有学历 或是他们有没有那个 可以独当一面 才做成这个叫做中国 那个什么执行长 或是一些讲述的人 spokeman 你们对我不能 不知道讲什么 你现在是对他们 你要敢讲什么 对那我现在是讲我同学的问题 那你们现在 你们现在是你们讲你们 你现在你的朋友现在讲什么 你就是一定对你朋友骂的意思 那你要不先去找你的朋友 然后你们先一起搭档的意思 你看你们是谁先杀了谁之后 你也不看到这中国那个spokeman 哈哈哈哈